寒冷天氣警告嚴正生效 是今年日冬以來第一次發出 下午開始下雨,體感溫度更加冷 預測今晚時區最低氣溫只有12度 明天最低只有9度 蘇敬華報導 聖誕場假又正值週末 來搭中環摩天輪的人多度打了蛇餅 搭到外面的文光街 同日迎來日冬之後 第一個寒冷天氣警告 大家都穿了衣服 女帽子穿同一款雨絨 遮遮風擋擋雨 還吃雪糕?果然少年不適寒之味 出嫁的新娘子和伴娘團 拍完照就記得穿多件衣服 天文台預測星期日晚 市區最低只有12度 到星期一更加只有9度 新界還會再低大約2、3度 到星期二氣溫才會慢慢回升 民政事務總署開放18間臨時避寒中心 包括在深水埗的這一間 進去都要掃安心出行或者填紙仔 寒冷天氣警告一取消 中心就會關門 他們這樣做法是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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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們這樣做法是沒有錯 但在人情方面就未必行通 不過也有一班露宿者 即使天氣凍了都說不會進去避一避 衛生防護中心和社署都呼籲市民 特別提醒長者要注意保暖 食足夠的食物 避免喝含酒精的飲品 有線電視記者蘇敬華報導